王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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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新多四城建了一个四角防线 和原来的三城建了一个北斗阵营 休养生息 等待机会 再供洛阳 皇上英明 皇上 我觉得此举不妥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 未能成功 等于无功而返 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 陈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 擒杀李渊才是 不可 李渊有原霸之力 如果先攻李渊的话 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 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 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 他广失人证 百姓十分拥戴 而杨广失德 天下皆知 起兵讨伐魂军 天下才会应和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 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 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 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单将军 此事非同小可 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皇上 臣愿请英出战 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 臣愿立下军令状 一举拿下李渊 单将军 国事事大 私仇事小 岂能混为一谈 皇上 好了好了 二位不要争了 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 我们起兵讨伐李渊 的确难有口实 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 已经虎视眈眈 当务之急 是养兵储粮 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 讨随呢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朕相信一句话 众志成城 其力断金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了 退朝 恭送皇上 恭送皇上 这是越来越麻烦 皇上 言下李渊得长安 李密战关中 其他反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 我大随直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 长此以往 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 他们必定挥军南下 到时为保我大随万古之夜 我们首先得歼灭反王 王爷有何高见 皇上 皇上 老臣恳请皇上下旨 让天下反王汇集扬州 由老臣亲自主持 得状元者 必定封为反王之王 王爷 这不等于把大随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 李渊霸的武功 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对啊 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皇上 老臣绝非信口开河 而是有万全之策 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 到时 老臣会在教场之上 埋伏精兵和炸药 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 将其余孽 纷纷击杀 最后收复失地 妙计 可是你怎么知道 他们肯听朕的诏书 奉命前来呢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 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 必定会相互勾结 互相残杀 王爷果然神机妙算 王爷 如若您不计前嫌 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返王 力保我大随江山 宇文卿家 皇上 臣以前也是一起用事 对王爷多有得罪 现今国难当头 以前的那些恩怨 应当抛之脑后 好 说得好 能与皇太书兵事前嫌 合你二人之力 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皇上 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还有何事 说 皇上不答应 老臣不起来 朕答应你就是了 起来吧 皇上 此次比武大会之后 龙舟就不要难寻了 我们重足力量夺回长安 以巩固我大随的杨家基业 如若皇上如此 那是天下之福 苍生之福啊 靠山王忠心耿耿 好 朕答应你 天赐良机 天赐良机啊 爹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 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 成都啊 这可是个好机会 杨林啊杨林 天堂有路你不走 帝无门 你闯进来 爹 你是说 我们终于可以有诈他的机会了 用不着我们动手 你想想看 天下的那些反王 各个都不是等闲之辈 如果他们一起杀 那老贼还能有活路 等杨林一死 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 杨林啊杨林 向你征战沙场几十年 今次会做法自闭 自觉反目 爹 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 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 可是这个人 又必须是皇上审变的人 昌徒啊 爹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爹 你看 令狐达如何 令狐达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 此事由他去办 保重万无一失 忽然召集比武 其中必有玄机 军师 你认为如何啊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 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说得好 那你说 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 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 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 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 则行事不妙啊 依你的意思 他们都不去了 如果不去的话 又会显得胆怯 那你说 该怎么办 臣以为 应该派书宝 罗程 咬金钱去应约 其余的人留守瓦钢 我会嘱咐他们三人 不要硬拼 以免发生意外 好 就按军师说的办 谁 有打让的车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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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 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 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 再一步步进行 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 再伺机将他们一举见面 好 足智多谋 大随江山 全仰仗皇太叔你了 请皇上一驾洛阳东宫 静候佳音 皇上放心 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有你们两个合作 朕一万个放心 宇文成都 王爷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王爷尽可放心 一切准备就绪 敬请王爷安排 皇上 只有老臣和王爷 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臣想保健一个人 在教场上 为王爷助一臂之力 那人是谁 皇上的贴身侍卫 令狐达 他跟随朕多年 的确是个人才 准够 王爷 我们拜访了多人 他们都为这武装有疯狂的 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没想到 他们皆为私利着想 全部考虑大局 依您看 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看来恶战是难免 我们只能见机行事 只有这样了 世民 世民 恩公 来来来 快上来 世民 恩公 程大哥 来 坐 世民 以后不要再喊我恩公了 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 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 怎么不见缘吧 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其实不瞒两位大哥 我这次来 不是为了争这个武装的 而是想说服大家 不要中了朝廷的奸绩 自相残杀 谁想当这个武装员 无非 就是想号令群雄 当初 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 可是都各怀私心 示威真正的虚名 打得你死我活 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 是因为婚贞暴政 黎民受苦 战胜为王之后 就各用山头 坐享其成 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 对了 秦大哥 你怎么想 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 谁当了皇帝 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其实最要紧的 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 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 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这要天下太平 那老百姓自然会爱他 战乱就结束了 世民 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 很简单 就是以民为天 以民为天 好 说得好 来 干杯 世民 干 来 大好江山就看你的了 承蒙丞相 不不不 承蒙皇上 看得起小将 自当舍命相报 不负皇上助往 失诚之后 你就是开国打将军了 快去叫场吧 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末将遵命 爹 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 反而还留下两个 这不是帮着杨林 去杀那些反贼吗 你懂什么 炸死几个反贼 才能激起众怒 杨林那个老家伙 才能死得更快 你明天以我的命令行事 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爹 你尽管放心 孩儿自会小心 杨林 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我量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 老夫要让这叫场 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 表姬 表弟 我们剑机行事 尽管其变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能动手 使命 各位前辈 在下斗胆 请听再下一言 在下奔波数日 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 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 自相残杀 高前辈 你要三思啊 各位前辈 事关重大 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怎么 自己没有本事 就嫉妒别人吗 小子 你是不是怕死啊 李渊那个缩头乌龟 躲在长安不敢来 恐怕是吓破了胆霸 我父皇不是怕死 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 再说 各位前辈 要选盟主的话 大可以自己选 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难道让我们去他那么长 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世民 回来吧 他们不会听你的 秦大哥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我绝不轻易放弃 世民 你何苦呢 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番心的 各位前辈 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 请消遣在下一片肺腑之眼 这次朝廷 只想间接会铲出一档 等阳林一到 大家就跑不掉了 各位阴兄请相信我 不要自投罗网啊 各位前辈 我 小子 已经太晚了 我看你还是乖乖回到你的座位上 小心掉了你的脑袋 我看你还是乖乖回到你的座位上 我看你还是乖乖回到你的座位上 这次比武大会 生死各安天命 赢的一方 将直接进入下一轮 最终获得五状元者 可号令群雄 并获朝廷认可 其余各路人马 去碎碎进贡 俯首听命 比武现在开始 准备 你暗箭上人 卑鄙 这卑鄙 他们自称英雄 却是如此卑鄙的手段 都是兄弟 刻苦要自相残杀呢 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 实在太可惜了 这是什么比武大会 这些是屠杀 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 杨基 整天是你做英雄 今天让我做一次 自己小心 你没事吧 没事 交给你 你为什么不杀他 比武之争 我做些什么事 你怎么做的 我感到这个情况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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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的